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那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 所以佛法没有组织啊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那宗教有啊 有组织一层一层的 那个像这个这个 你看这个天主教跟这个基督教 凡蒂冈的教皇是他们中央政府 每一个国家的书籍主教 就等于他是地区的领导人 那从中国每一个神有组织 每一个县也有组织 他是有行政组织的 佛教的都没有 你说有好还是没有好 没有好 有什么呢 有你心里头有分别 有知足 那个你放不下了 这没有 所以你说佛教导我们 把这些障碍 负面东西全部给你一扫而空 没组织啊 又清净句 表设计理体 这个设计理体就是真如本贤 就是我们三字经上讲的 人之粗心本善 设计理体是本善 这个善不是善我的善 注意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善是赞叹的意思 他们有一丝毫缺确 完美 完美 圆满 他说这个意思 一丝毫欠缺都没有 无论讲智慧 讲德行 讲向好 无论讲什么 他都是圆满的 他都是清净平衡的 才这个意思 从清净句 出生三种状元 三种状元 同如一清净句 那么三种状元 前面读过了 这讲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我们也认识 极乐世界不是个国家 它是一个地区 为什么 它没有政府 它不是像宗教里面天堂 天堂里都有天主 有天王 它有政治所致 它有文武八观 极乐世界没有 极乐世界 你看我们看到一切剑 你们介绍 我们学到这么多年 知道 极乐世界 人很多 只有年重人 一个是老师 一个是学生 所以他是学区人 这个我们得搞清楚 没听到极乐世界 哪个是过往 哪个是天主 没有 只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老师 除老师之外 所有全是学生 学生有等级的 有大学生 有中学生 有小学生 但是他们并没有分班 他们在一起上课 很不可思议 所以极乐世界 没有组织 学生虽然多 学生很有规矩 自自然然 他有条理 他都守规矩 一点都不乱 没组织 那我们知道 菩萨阿罗汉的等级 在那边都有 没有分班 没有说这个班 哪个当班长 没有 这一些 释迦摩尼佛 当年在世 表演给我们看了 我们要修福 要跟释迦摩尼佛学 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你才真正学到东西 释迦摩尼佛在世 这个教学的方式 跟阿弥陀佛一样 学生很多 你看这个经典上 给我们记载的 长水中 不离开老师 老师到哪里 跟到哪里 一千两百五十五人 临时跟着 跟着老师的 我相信 不会比这个少 所以释迦摩尼佛 生团至少是三千人 这样大的一个生团 没有听说 他有组织 分成多少班 哪个班长 带哪一班 完全是私塾教育 自自然然 严真 程度高的 带领程度低 程度高的是菩萨 菩萨众 他们已经拿到学位了 在第一层的阿罗汉 阿罗汉在下面 没有开悟的这些凡夫 这就是我们常讲 带夜往生去的凡圣同居图 凡圣同居图里头 没有阿罗汉 没有学位 就好像是中学生 小学生 遇到哪一个 你看这个凡圣同居图里 遇到哪一个罗汉 哪个罗汉都会教他 遇到哪个菩萨 哪个菩萨都会教他 都会帮助他 非常亲切 就跟兄弟姐妹一样 这样的世界 我们不能不知道 那我们要学 学释迦牟尼佛 所以佛法没有组织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有宗教有啊 有组织 一层一层的 那个像 你看这个 天主教跟这个基督教 梵蒂冈的教皇 是他们中央政府 每一个国家的书籍主教 就等于他是地区的领导人 那种中国 每个神有主教 每一个县也有主教 他是有行政组织的 佛教的都没有 你说有好还是没有好 没有好 有什么呢 有你心里头有分别 有支柱 那个你放不下了 这没有 所以你看 佛教导我们 把这些障碍 负面东西 全部给你一扫而空 没组织 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 学生身份 到那个地方 成佛 成佛就是毕业了 毕业之后 你就不会在极乐世界 到哪个地方有缘 到那里去 教化众生 毕业生出去 分发到 这是不是分发的 是哪个地方跟你有缘 你自然到那里去了 所以众生有感 你就有意 到那边去教学 教学一定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也跟释迦武女佛一样 多么清高 多么自在 你有组织 你有分别 你有职责 完了 你搞得世界法 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道理 不能不同 你从这上看 这是什么 真实智慧 真实的成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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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对啊 冗sp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